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高部负责这个营严生中间键团队 主要是做喜马拉雅核心组件相关的设计和研发工作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Apaq 这个频道上和大家分享交流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喜马拉雅 借为Apaq 下定Sphere的数据库中间键的一个实践的分享 这个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第一个是背景介绍 也就是我们喜马拉雅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库中间键 第二个是我们数据库中间键的一个整理架构的一个介绍 第三个是我们数据库中间键这个统一数据源的一个设计 第四个是我们数据库中间键实质变更实践机制 就是我们和我们和帕子平台交互机制的 第四个第五个是我们数据库中间键的一些可耗性可耗材性的一个设计 最后是我们GPA Apaq 下定Sphere Database Plus 实践的一些案例的分享 首先背景介绍就是介绍我们喜马拉雅 为什么要做这个数据库中间键的初心是什么 PaaS化 就是现在业界各个Data都已经是非常流行PaaS化 这些资源使用 包括是数据库资源 缓程资源等等都已经通过系统化 这种申请使用 我们喜马拉雅在PaaS化这方面是跟大港产品是稍微有点这个严靠 但是我们也不玩 PaaS化之前我们又开发实力资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就是他要我要是一个设计库 他需要和开发高通 然后给他讲清楚要怎么多大量 然后需求具体的需求 然后因为会帮你这个 部署启动一个实力给你用初手化 好的情况下 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帮你搞得定 不好的情况下 你高通可能是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存在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PaaS化以后 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是能够系统一键申请 这种划布分钟级别就能完成交互 大大降低了这个实力资源成本 而且提高了效率 除了资源成本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脑的方式是 对于资源变更成本也是非常高 需要他线上需要变更一个这个数据库连接 或者是一个JPC的一个UR属性 它是需要去把配置 然后重新发布上线 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了 如果在线上出现事故的情况下 你需要能够变更一个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这个这个时间是非常不值得的 本来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导动 老板不知道的 现在因为就因为这个变更成本太高 一下变成了一个刺激事故 整个这个 影响面就不一样了 除了这个实验资源成本 第一变更实验成本 这个高的情况下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愿意的这个 有很多业务这个实验的这个硕士 也非常都不统一 有我们有这个有的要用 德鲁的破了 有的用c3p0的破了 有的用还开了cp的 这个是比较好 现在是这个目前最流行的一个 实验库连接词 进来也是最高的 定是因为这个各种 困境的不同意 各种在说什么的不同意 而且所以导致我们这个 这里的成本就非常高 就是监控都不好 统一做监控 然后就是也就是因为各个不同意 导致也没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 数据库的 那个连接式的配置 标准化的配置 首先业务大家自己各自配 都是负责 最简单的就是负责粘贴过来 有的人可能会想我这个配置是否合理 是否是这个正确的配置 合理的配置等都是 就在一个一个怀疑自己 就是因为没有一份标准化的配置 但都是因为这些问题 给这个问题的出现 所以我们在喜马拉雅 决定要做一套这个 数据库通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讲了一下这个我们的 喜马拉雅为什么做这个 数据库通信件 然后就 讲下面现在就讲一下我们这个 数据库通信件的一个整理的架构图 我们数据库通信件 是刚前面讲的主要是这个 第一大问题去解决我们 提供我们的这个 怕的化的一个能力 怕的化的能力的话 所以说无论有怕的平台 怕的平台平台的话会把这个 他的配置下发到一个注射中心 我们是以控制作为注射中心 所以我们为什么选择库 是因为库索这个天然 这个多双激光多佛的一个部署 我们科目端在马不需要这个 既判断当年属于哪个地方 通过Edgy直接连 库索会自动适遍 哪个当年本类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是统一破浮了 就是我们科目端和康索交互的一个 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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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一套逻辑在这个里面 统一解决这个事件实时更新的一个通道 然后是这个可靠性可隆扎性 就是最下面这个 我们就做了一些自动童年的操作 一些密码安全的操作 就是我们怕密码是在统一眼中配置以后 为了防止泄漏 导致我们会做地面码进行一个加密操作 我们sdk在拿到配置 密码做解密 然后还觉得一个灰度更新和一个稳定快照 这个后面等一下会讲到 然后是下领特性 下领这一层的话 其实我们是完全是基于 aparty下领Sphere这个框架来做的 充分力它的下领能力 跨库数这些图决分离 加点密这些核心特性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扩容 扩展和增强 实际的支撑了扩收容 辟质变更分布是ID 影子库 影子表 兼功报警等 一些这个特性 另外再就是我们支持这个多活 多活能力 就是这个多多活的读写路由 读写切换 做这个读多活 这上面就是我们这个业务介入模式 就是简单之连这种各种介入模式 这个整个就是我们这个 AliyaJDPC的同一个价格图 统一数据员是AliyaDataSource 我们统一数据员叫AliyaDataSource 为什么要统一数据员 首先我们这个数据库通电键 不光是是要解决 所有业务场景的 就是有这个简单折连场景 这是这是大多数就是这种介入场景 下定场景就是分工风表的模式 然后多活模式 是解决我们这个科兴业务 就是双击防部署的这个场景 然后都是业务从来砍掉场景 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个低层本揭露的一个 是 不需要业务修改任何代码 无论是你是什么场景 都不需要修改代码 简单修改配置就可以揭露 另外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是为了支持Path的话 做这个数据库通电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个没有 不能提供 也需要提供这个这个下跌的能力 所以我们就盛大引读到这个 iPad 下定是Fear 然后iPad 下定是Fear 这个总电键来解决这个 分工风表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重复造人质 所以我们基于自己点 我们会做了我们这个 数据库通电键 统一的一个数据 AliNATSource AliNATSource的揭露方式 我们是也是要非常简单的 就是他只要只要替换之间 他们的那个 DataSource的一个配置 DataSource就可以 然后就只需要一个资源ID 资源ID是开发在申请 这个数据库资源 是否才我们Path的平台上申请的 申请会给他一个资源ID 其他的所有的Path全部在演唱话 对提供我们XM和API两种方式的揭露 事件Pull 就是事件Pull 这就刚才是我们这个AliNATGTBC这个 中间间这个核心的一个特性 其实我们Path的平台 我们需要制作所谓的场景 所以说我们要Path的平台 直接下发这个多活的配置 然后分工分表的配置 直连的模式 还有这个升级升级模式 和Path的下发到Council CouncilSever以后 我们科普通我们这个设计库中链键 LinATGTBC通过 LongPulling的机制 实时拉紧这个配置更新的配置 通过事件分发的机制 把它解析了这个事件 不能不能在这个 场景 不能在下发操作 解析了不能这个事件 分发给这个分发到 我们的这个定的实现里面 一般是我们都要是有更新的事件 切换的事件和废货的事件 而且还有这个升级的事件 切换和会是对于多活的场景来 准备做的多活的业务 平时的业务 虚卡币的都是同一找的update的事件 那升级的事件是指 我这里介绍一下 升级就是业务在揭露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简单折连的模式 就是他不需要分过分表 但是其他他的这个流量的增长 这个 数据值增多 他可能就要 分过分过分表分表了 这个时候 他只需要在我们帕的平台 把这个分过分表配置下发 定之前的这个定之前的配置做个修改 然后事件这个类型这个标记 是升级事件 那我们的数据估计券客户端呢 就能识别这个事件 把它数据升级升级到多活的这个 自己就有这个分过分表能力的这个数据 除了值得延伸到这个下顶配置 还能值得延伸 直接升级到这个多活的配置 或者这么下顶也能升级分过分表 升级到多活的这个配置 这个业务这个 一次结论 基本上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这个任何的 这个这个变动 全部在这个 帕的平台上实现 成本成本非常低 除了这个事件变更 我们还做了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灰度更新 就是我们这个让更新配置也能像这个 他这个服务发布 灰度发布一样 实现这个稳定性的一个操作 实时又是发布 平常人家可以可以选择这个服务的一台机器 再下发这个配置 通过现在这个验证没问题 再浅量下发配置 达到这个 这个变更情况下就是 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这个的 可靠 这个说完这个事件这个出发机制 我们这个说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数据过中间的这个可靠性 和农扎性的一个事情 先是农扎性农扎性的话 我们这个数据过中间 主要是依赖这个康扫 如果康扫不可用发展故障 发展另外还有就是 数据过中间我们这个服务 这个和康扫冲进的网络出现故障 也出现不可用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做不做轮载设计 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服务起不来 因为你拉不到配置 所以我们是会在对于这个情况 我们会做对配置做一个本地的持久化 在出现访问失败 或者是康扫不可用的情况下 我们就降级使用本地的配置 这样也能我们服务也能通过的取来 不会通过这个卡点 然后可好性 可好性的话 我们主要是做了两点相关的设计 第一点是我们这个数据教验 就是数据教验是怎么 就是怕凭来变更配置 始终是人为人为操作的 人为操作就有可能出现各种 就有可能见错误的操作 一些不严谨的操作 所以我们这个数据过中间 这个一定要做这个变更做这个教验 防止一些把没有这个实力的 没有空实力效法下来 导致你这个数据库直接不能用出现事故 还有就是我下发的实力 ipip个短卡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有可能是写错了 我们也会校验 他不可用不可用 直接也就不会替换这个配置 相对本质变更无效 做了这个数据教练 可好性保证你下发的配置是正确的 然后连接易热矩子 易热矩子是我们在这个下发配置的时候 如果你换那个ip 等换了一个实力 如果是这个直列下发 那有可能会导致这个 现场流量导动延迟 延迟会长大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下发的配置 对连接词是都是零都是没有的 只要流量进来以后 需要先去建连建连 我成功以后才能真正责信这个 这个思考语句 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对流量大的情况下 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先议论 把连接在先创建卡一号 然后再把脑的替换掉 替换完成一号 然后再把脑的销毁 保证资源的一个侍奉 这样就做到了一个无损的更新 配置的一个机制 这个多活的读写分离 多活多活特性 我们起码来讲 这个场景主要是这个 具有一个读的场景 读场景的话 听的场景 听的场景的话 就就决定了我们西马拉雅 这个80%以上的流量是毒流量 所以我们试据多活也是基于这个 毒来设计的 我不需要这个解决这个强益 识性的问题 对于有强益识性业务的场景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读写分离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让他写到哪里 读到哪里都是可以 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于强益识性的场景 我们让他读写都录有的主库 这你就完全就就不会有不一致性的问题 然后这个再次就是用户登陆这个场景是 非常明显的解决这个对 然后双读 我们百分之九八九都是支持就是读场景 所以没有这个强益识性的要求 我们都是写写冻机房 然后读和就读本本地机房 这样达到一个毒血分离 然后造农灾的一个局势 所以在故障切换的情况下 无论是主机房故障还是被机房故障了 如果整个机房故障 我们在外层 这个调流量过来到这个背机房 写就失败 然后读本地机房 如果是主机房的这个数据固装 那我们直接把它写写 读切到背机房 达到一个毒这个流量的一个农灾 然后说了我们多活读写分离的一个应用 然后再是我们这个影子流流影子路由的一个实践 iparty 下定是fear 他是支持这个影子路由的 就是能用来做前电流牙涉隔离 但是它的实践方式 是基于影子色口 就是影子影子列 就是在色口有机里面增加了一个一个列 那代表是这个说明是影子影子是影子的色口 他就到路由影子的实例里面去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业务不是非常有考 因为揭露成本相对比较高 因为他要业务的开发同学 他要修改色口 因为我们开发同学是非常非常忙的 根本没有时间给你干这个东西 我们对标了这个业绩的一些做法 然后我们也实现了这个一个压色标的方案 就是我们靠压着平台就是打通 然后压着平台在这个 压着是压着是压的时候 地流量会做打标 就是pick suggest 怎么就 然后这个标 我们是我们的所有的RPC框架 以及我们的中间舰都会向下腾地 保障每层保障都到这一号一层 都是不会丢失的 在我们的设计库中间舰这一层 我们发现这个这个local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pick suggest的 怎么就这个 标识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压车的流量 我们就会路由到这个引子库复的引子表 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我们就认为是正常的流量 就找正常的这个 呃路由 所以我们支持啊这个也支持 自然这种压着标的方案 第一又非常透明 又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可以 揭露我们的这个 揭露我们这个中间舰就可以做这个前电路压 压着都数据隔离 然后这个是我们重写的这个 apag shadowing sphere 官方的这个shadow circle root 就是因为就通过这个压着标的方 方案来实现这个这个压着流量隔离 然后是使用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 inlabel shadow shadow table 这个首先因为我们这个 这基本上实现了这个压着标这个 引子表的一个方案 就我们发现是引子表的话 而且有压着标 而且那我们就这个 dlabel shadow 这个 这个录影的表会做一个修改 在前程上全罪 他的这个表前面统一加上 主动加上一个这个下到这个全罪 同一找下到这个下到录影的下到表里面去 就和这个生产表能分开来 对如果是这个引子表 而且是引子表的话 那下面这个data数字也就不需要配了 配置也更简单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业务用的最多的 也就是这个引子表的一个方案 因为他跟生产的流量是在一个实力里面 这个是最接近生产的这个这个环境的配置的 强制强制路由说完了我们这个引子路由 我们说一下这个强制路由 强制路由是我们解决一个这个一些特殊的场景 确实默认情况下下定sphere他这个 路由是根据他的下定key来路由的 我们一般配合这个下定规则以及下定策略 下定策略一般是他有两两种 一种是这个 下定策略还有一种是kinder策略 kinder策略还是也通过kinder manager来指定他的上下文来做这个路由的 下定策略就是根据下定key的路由 但是有些情况 因为我们业务揭露分过分表 大部分场景都是这个一批下定策略 但是我这时候我又需要个性化的一些路由 我不需要这个根据他的下定key之路 我需要根据我当前这个条件 当前我这个代码里面 我会想指定他路由到哪个表里面去 所以这是这种情况 这个在一些定时任务 以及一些没有下 没有这个key的场景下 是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他给manage能指定的db 那我们就这个这个 责定的词内做下定 来路由的这个固定的db 指定表那就路由固定的表 他的行方是这样子的 如果逻辑表 能够逻辑表下定table 我能指定他这个value 这个value是因为我们做基础下定的 比如说我指定个2 他就是录的这个 如果第二期 那他就录的0这张表 你想录的哪张表 你这个值值你就可以设定 因为这个当前这个下定规则 我们是知道知道的 唯一id 唯一id的话是引入我们分工分表以后 都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id的主表表的这个组件id 就是不能在如果还用原来自争的这个设计过自争的这个id的方式 他肯定会突然乘户 冲突 所以appid这个下定是他也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是这个slope lake 就是写花上法 一个是uid slope lake是比较一个性能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这个vid的上能上法 他有这个通过这个设计中心时间戳哪个离 但是这个时间依赖时间依赖所有的这个不同机器的时间依赖这个要需要需要这个时钟全部统一才能保证他这个游戏 然后因为id就不用说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他是一个无系的随机的 那无系随机的话就是dmy circle这种程度引起的话 所以这个这个b加速这种索引的结构的话写入的话是不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他随机写的话会导致会插入到一些已经写满的这个叶子 接点那个索引页上面会导致索引的一个分裂 现在不会有 对于这个这个就这个好例 所以我们这 而且我们喜马拉雅有自己的这个分布式为id服 我们就把它这个 集成到这个我们的数据库中间间里面 写字和这个使用写花上法一样 配置一样 他只要指定这个一个 这类的则线面这个bush 然后指定一些这个配置参数 也就能达到这个就能使用这个前级唯一有期递增 非常获取的这个 id 生存器 然后除了这个 上面的讲的一些实践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也第一次监控做了一个非常强这个增强 因为你任何一个数据中间间产品 如果没有监控是非常非常不完善的 因为你使用业务的揭露以后面面你的实际 后面工作就是要治理 治理也是也是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没有监控你是没法治理这个这个治理这些支援的 有的监控而且对报警 也是这个非常这个非常这个 是报警的一个数据来源 没有监控你就根本没法报警 所以监控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对监控 对射口语据 射口流量跟连接词也做了监做了监控 射口语据我们对他的各个 因式的delete 没种没种这个分离的射口都做了监控 还第一次的流量也做了监控 最后的射口流量监控我们对想要时间这个都必必的 对想要时间也做了监控 dp99 dp90 dp3个9 然后同样的 sd 因子流量就像时间也做了监控 除了上面的一些核心又坏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增 这个增强和定制 第一个就是没有下定 key 的场景 下定费默然的情况下没有下定 key 的情况下 它是录有所有的表的 比如说我这个 分顾存表的实战表 那没有下定 key 那他就直接查实战表 就放到你的社会去查就放到10倍 如果在这个表小的情况下还是关系不大 不会什么问题 颜值不明显 如果是1000张表的情况下 那这个就非常明显 就因为他这个凤大了1000倍 可能会导致你整个数字会卡住 如果突然多个从事没有下定 key 的请求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个业务 我们在对于业务的提出这个需求 我们仍然加了一个开关 就是我们利益快速失败点 就不去做录有所有的表 直接抛异场 快速失败 这样就不会怎么问 不会导致整个业务卡死了这个堵度的风险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联邦查询 联邦查询的话 是我们刚开始已经刚开始这个 业务在揭露我们这个设计库通信件的时候 经常有很多业务找我们这个 怎么揭露你们这个设计库通信件 我的查询我的启动符启动变得这么慢了几分钟 我们通过分析他的代码 发现是联邦查询这个导致 联邦查询他对手表 和这个标手的情况下不明显 也是在表多的情况下也是特别明显 还要对所有的表所有的实力 都对都这个脑袋的内存做典型 我们也是对这个联邦查询 默认把它关闭掉了 因为我们这个喜马拉雅很少用的 这个联邦查询这个机制 然后启动就从三分钟以上 降级到这个秒级别 后面再也没有人又找我们这个说 启动慢的这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就是大小叫强诊 而就像是FIA 他默认这个地表 做会强诊整合的消息 但是导致我们一些业务在揭露以后 发现找不到表 我们也是分析了以后 发现这个强诊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对他做了一些定制 就是把这个强诊去掉了就业务配置的是大表就是大表 小小大写的就是大写的小写的就是小写的 因为我们一些业务团队全部是大写的表 然后是这个非下令表 因为我们揭露数据库通关键以后 这个分构分表的表这个分表的表示这个 使用数据库是使用这个全球vid 但是对于非下令表单表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这个下令表 他也是用这个资争这个vid呢 没有用这个数据库资争的id 导致和业务有时间的id就已经不一致了 不连这个不接农脑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对这个做了一个修改到使用这个单表的情况下 他记得在分构分表的情况下 他的单表也我们不给他 用这个资争id去生了 这个把这个id带进去 带在社会里面去 让他用自己数据库资争的id和原来的这个 使用方式完全这个兼容 对能够上面就是我今天对一些我们这个 数据库中间见的一个分享 我们正好做个总结 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实我们不需要造人子 我们资历库中间见 我们主要实现了我们的这个part化 实质变更 以及升级的这些能力 现在我们解决了这个分构分表的这个问题 然后网络分布分表的需求 以及解决了统一了所有数据人 对于分构分表这个问题 我们就完全是基于下令表这个来实现的 我们没有做没有任何的成本 而且下令表他 他的这个插件化的设计 很好很好的满着我们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 很方便在上面这个定制和扩展 成本这样成本我们就非常低 能快速让业务揭露快速有这个让这个part化掉 然后就是傻瓜化 就是我们这个做一个数据做一个重点点 不管是做什么重点点 你都是要低点要考虑就是要考虑又怎么使用 怎么使用 业务使用成本非常低 要不是说我怎么设计设计都没有完善 让业务使用的 也有麻烦 那就是完全是没用的 如果没有业务使用 那就直接了 剩下这个技术软的自开了 这个就是一点没有一点价值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数据不同的增过半年多的这个 这个揭露和推广 70%的科技业务已经前途覆盖 已经时间part化 这个就是我今天这个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18 Quindiا 这个模一样 现在 Lit Baby 我们馬上就交为一场 2215 二兵 3213 154 2508 1 5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